流浪狗尼其死而遭毒手好狼死 這隻懷疑被人毒殺 只有三歲大的癡性流浪狂狗 昨天下午1點多 有個長洲的女街坊 走過大桂灣公園 發現整隻狗屍 躺在山坡的隱水道 之後報警 如果牠摸牠不單是一隻隻狗 一隻隻隻狗 幾隻隻狗 幾隻隻狗 即是不只一隻狗 計上這單 長洲十日之內 已經有七隻狗離奇死亡 有些仍是有人養的 而部分狗隻死前 都有吐和失禁鱼血 不懷疑是毒狗狂的所謂 在這裏很格洩的 有不少流浪狗 都會在附近公園和住宅區留年 有人還會留下水和食物給牠們 警方拿走狗屍的口腔樣本 食物和水化鹽 但Case這位動物屍體發現處理 而外脅的人 就帶走狗屍化鹽 以及敵死因